我們接下來要跟老師介紹那個 紅外線的 那紅外線是哪一顆 這一顆 老師您打開你的裝置裡面有這個 有沒有 這個 這蓋子是可以打開的 這個蓋子 這紅外線的感測啦 如果你老師要看一下裡面 這個可以稍微打開一下有沒有 打開是這樣子 他利用這個罩子把那個訊號放大而已 就是感測範圍會變得比較大這樣子 所以 好了你就再把它接回去就好了 那我們這個呢這個後面其實會有三根線 您看一下 有沒有這裡有三個線 那這三個線啊您這樣看可能 比較看不清楚我放大一點點 您稍微看一下在這邊 其實這邊應該有 只是 這裡我看一下 就這樣比較不是那麼清楚 這個後面其實有寫有沒有 我們這三根腳 後面是不是有這個三根腳 嘿那 對對對 左邊第一個的話是VCC 好我們看這個圖可能會比較清楚 你也可以這樣看 你看我們這個 這個 左手邊這個啊 這裡有沒有 這個啊 有沒有注意到這有兩顆兩顆 只有這邊沒有 跟我們這裡是一樣的喔 你發現這裡有兩個焊接的腳有沒有看到 所以到底哪一個是正面 你可以翻翻翻 我現在是這樣子 有沒有右上角有一個沒有焊接的 這個在右上角 這樣 有沒有比較清楚 腳位是哪一個 如果萬一你那個字看不清楚的話 因為這個是老花 欺負老花的嘛 因為字真的很小啊 所以 下面這個是什麼 最下面這個是電源 我用紅色的代表 你看這邊 這裡 有沒有這個是電源 所以接到5伏特喔 待會電源這個要接到5伏特 這個 然後中間那一個是什麼 訊號線 最上面這一個 是接地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所以剛剛你那個 那三個 就是那一條線了 來 我把它拉過來 在這邊 我們剛剛上面那個 如果你想要用三條也可以 就不要那麼大的 這時候你要拆我就不反對了 要拆也可以啦 那我這邊我先用5條的 但是意思一樣 原則上 接到設備的 盡量照順序 盡量照順序 所以我就在這邊 把它 你可以一根一根接 也可以全部一起接 就三根先對好之後 一起把它接上去 這樣也可以 先對一部分 像我這樣 我就對好了 我就一起 往前拉 往前推 推上去就好了 那 這樣子我就看好 紅色是 電源 對不對 紅色這個 然後訊號線是灰色的 接地是白色的 那我就再接到我們板子上面去 接到這邊來 紅色的是電源 我要接到5伏特喔 我們就接到5伏特的地方 看到了 5伏特的地方我接下去了 最主要就是電源跟那個接地不要弄錯的 第二條是訊號線 那訊號線我這邊是接12 所以我拉過來一點 我接到12 接下來接地 接地你要接哪一邊的接地就沒關係了 所以我這樣子 有沒有 我現在先確認好 12 電源 好那 還是建議各位最好再檢查一次 好最好再檢查一下 確認一下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可以 準備 把它接上電源囉 好如果你確定這樣沒問題的 我就可以把它接上電源 那這個呢 它不會有特別有什麼顯示 因為紅外線而已 所以 整體的紅外線 所以它不會有特別顯示有亮或沒亮 那這個呢要從積木裡面來做看 那個判斷會比較容易 硬體 這樣硬體的連接有沒有問題 確認一下 電源跟接地不要接反喔 我之前我現在配過了 這幾個手機 就行 但是 也會不會有差 對不對 感谢观看